十一 十二 十三 這會給亞瑄跟阿亞 滿大的壓力哦 十五 好,這邊Big 3 一球三分 十五 好,關鍵在這個點 會不會也有新的紀錄要產生 二十 二十二 二十四 我的天啊,還有一點 我的天啊 會不會超過三十分 三十四 可惜 這會是T1的全新紀錄 接起來是一二八二 二九 最後一球 還有足夠的時間 哇 三十一分 這可是Curry Rella的水準啊 我的天啊 這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明星賽 三十三更厲害 這位選手是來自於 台中太陽的盧冠宣 盧冠宣27歲 畢業於台灣師大 過去曾經效力過金九籃球隊 裕容納智傑籃球隊 目前呢則是效力於台中太陽籃球隊 本季呢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也高達42.3% 那在昨天比賽完之後呢 本季他是97球 命中了41的球波尾城 這個三分球大賽其實跟這個正式的比賽 對 所以在這邊 就是我們剛剛講 在節奏的控制很重要 那節奏的控制就是 你自己本身出手的這個速度 到底夠不夠快 有沒有辦法 在規定的時間裡面 把所有的球投完 這是第一個目標 是 好 今天正式開始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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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 1分 3分 1分 6分 7分 馬尼波的挑釋 那這一點的馬尼波 他並沒有把握住 這一球3分的差一點點 8分 9分 10分 11 13 這一點全部把握住 是 所以他在TOP的Key 就是湖底的把握性滿高的 那他把他的兩分球 全部都放在右邊45度角 這邊是一球2分的 而且看起來很準哦 最後一根馬尼波 這在第一棒出去 就設定了一個非常高的標準 是 最後一個點的第一線 21分 還有兩顆球 23 時間很夠 太遠一點 所以他雖然是第一棒 有時候這個第一個上場 可能很有壓力 但是他腳出得算是不錯的成績 23分其實滿高的 因為我們再次舉辦 三分球大賽 可是剛剛聽到 三分球大賽 一開始就得到23分了 一定要來聽聽看他的訪問吧 也想問問冠璇 因為平常啊 我們在球賽的時候看到 你常常會有一些華麗的腳步 今天呢是比較靜態的 定點的投射 有沒有覺得感覺比較不一樣 有啊 因為比賽的時候 可能我自己也比較喜歡 做一些比較華麗的動作 對 所以靜態的 因為以前就是很喜歡靜態投籃 所以對這個一點都不熟 那現在讓你來做一個華麗的動作 你們遞來一下 OK 今天冠璇的表現 真的非常的精采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大一幕 來秀出這次冠璇 李冠璇拿到了23分 第一位就把這個標準拉得很高了 好 馬上 因為最主要 雖然中間都有間隔的休息時間 但是這個 你的手部的肌肉 能不能運用到腳部的力量 其實這對後面的命中率的表現 也很關鍵 那現場主持人是說 李奇緯最終的分數是19分 接下來則是盧冠璇 音樂 Go 1分 2分 3 5 還是兇兇 第一點就5分了 第一點進了4顆球 第二點 7 8 10分 糟糕 會不會有冠軍要提前出爐 好,不過剛剛BIG3沒進 11 12 13 這會給亞萱跟阿亞滿大的壓力 15 好,這邊BIG3一球3分 18 3 好,關鍵在這個點 會不會也有新的紀錄要產生 20 22 24 我的天啊,還有一點 26 5 5 會不會超過30分 27 這會是T1的全新輕入 2分 接起來是1 2 2 29 最後一球 有足夠的時間 ROLA 31分 這可是Curry ROLA的水準啊 我的天啊 31分 這才是我們想要看到的明星賽 3分更厲害 他如果冠軍 汪衛傑要加發獎金吧 對 我們現在可以Call out汪哥 可以來轉播了吧 我覺得應該是會 很恐怖 對 即使在NBA裡 在這個 超過30分都很不容易 難度真的很高 聊天室來把我們刷一個7 只是可能一個巧合 因為吳冠宣有個冠嘛 是不是 有大的冠軍 對 就是台中團員 吳冠宣 這個氣勢真的被他30分給壓下了 今天兩個的表情都非常的精采 我們在這下星冠宣來到我們的場中 馬上要來進行的就是 三分球大賽的頒獎 我們朝向這個方向 然後呢 我們要來為各位邀請的就是 我們台灣運動彩券股票有限公司的 林柏泰總經理 來幫我們頒發三分球大賽的冠軍 有請總經理 真的非常的激烈 在第一輪脫穎而出 不是最高分的 但是在第二輪這個擊退了 這個大家非常看好的選手們 拿下了這次的冠軍 來 我們請總經理來幫我們頒發 三分球大賽冠軍獎配 也恭喜我們的冠軍 拿下了我們幾碗 聯盟第一屆明星賽 三分球大賽冠軍 好 看向我們正前方的媒體朋友 好 都有捕捉到這個畫面嗎 等一下我們也讓這個冠軍 可以來分享一下 三分球大賽的得獎感言 好 都有捕捉到畫面 謝謝 感謝我們來自台灣運財的 林柏泰總經理 謝謝 謝謝林董 好 我們給冠軍一張讀照好了 好不好 可以高舉你的獎盃 沒有關係 太開心了 給我們一點歡樂的感覺 再次掌聲給冠軍 也請全場給我們的冠軍 一個英雄式的玩火 好 馬上呢 就到了這個冠軍的受訪時間了 拿下三分球大賽的冠軍 趕快先來跟現場所有的球迷 還有電視機所有的球迷分享一下現在的心情 我覺得現在拿冠軍非常開心 對 就這樣 就這樣而已 有沒有 你自己下足了有沒有很多的準備 在這次的比賽 我們只有對內比過一次 然後也是冠軍 對 所以我覺得這次來就是要拿冠軍 保持平常心 穩穩拿冠軍 有沒有什麼話要跟幾位 不管是前輩還是學弟說 敗在你的三分球之下 謝謝他們讓我 太客氣了 OK 我們再次恭喜2023年T1聯盟明星賽的 三分球大賽冠軍 恭喜盧冠軍 恭喜 我們也讓現場的媒體朋友還有機會 我們再請冠軍 我們讓冠軍回答場中 最後呢 三分球大賽的冠軍 我們恭喜台中太陽的盧冠軍 這個真的是NBA射手等級的水準 那另外剛剛台中太陽的GM 汪衛傑傳訊息給我跟韋晨 他說球團要加碼 這個三分球大賽的冠軍獎金 他寫的是十萬 十萬 汪哥在後面沒有寫壁紙 沒有寫壁紙 沒有寫壁紙 那就有很大的想像空間了 對,所以盧冠軍記得 這個賽後訪問之後 要找你們的GM的藥 對,要記得獎美金哦 恭喜 謝謝